台東縱谷地區稻田收割完畢 丁光社區發展協會 利用居民農險時節 舉辦為期一天的農村趣活動 社區裡的長輩是引兵主角 用熱情歌舞吸引前來社區的民眾 跟他們一塊在田裡手舞主導 更將丁光部落 阿美族人以抗清朝的歷史 演出成一齣戲叫做雷公火之役 社區年輕人口嚴重外流 社區發展協會多年前開始以關懷據點 帶著這群長輩動起來 如今長輩們不但善以製作 各種手工藝品 更親自投入編導部落歷史戲劇 那跟長輩互相在學習的過 溝通的過程中就是 就會有母語的交流 可能我現在還沒有那麼的 就是學習的那麼精 可是就是還就是慢慢的在抒摸這樣 丁光農村區同時安排農村市集 及露天咖啡廳 讓民眾體驗社區慢火之煤 三十戶社區居民更端出拿手菜 在活動中心廣場 把勾勾半桌宴請民眾 記者下面令大勝台東觀山採訪報導 heads咖啡廳